这是我见过最务实的程序员 修复程序时竟然被困在了游戏世界 在其他队友纷纷摆烂利用 管理权限飞天遁地时 只有男主兢兢业业记录着各种程序的漏洞 好比这天一群温和的龙在迁徙途中 竟然不按设定开始追逐村民 女孩妮可拉瞬间被吓得愣在原地 两秒半后才反应过来要跑 可却不料被男主一把抓住脚踝 并告知他们所站的地方是安全区域 只要不乱动巨龙便不会靠近他们 而等巨龙走远之后 男主才敢从草丛里现身 天生胆小的性格让他对巨龙 引发的震动十分害怕 但这就让妮可拉奇怪了 既然这样为何还要躲在这里 可男主只是表示这是他的工作 在回到住所帮妮可拉包扎好伤势后 男主也是劝他赶紧返回村里 可不料大地忽然传来剧烈震动 赶到现场一看才发现是 一只巨龙被前方地形卡住了 男主赶紧将所见所闻记录到本子上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巨龙出现这种举动 显然是出现了bug 由于男主总是不回答关键的问题 此时的妮可拉还是不明白 男主真正的工作是什么 但在回到打工的酒馆后 他很快就打听到了一个消息 因为巨龙的异常举动 王国派遣了一伙 万中挑一的精英探险者前来调查 但这就让妮可拉更疑惑了 只因男主的形象怎么都不像精英 一番思索无果他也不再多想 虽然今天的遭遇仍让他心有余悸 可却也让他见识到了许多未知的事物 内心不禁憧憬起了外面的世界 殊不知就是这一想法 将会跟潘多拉魔盒一样 一旦打开再也无法关上 另一边男主在打造了超级多的箭矢后 也是整理起了今天发现的异常 接着将记录的纸张放在了一块石板上 按照流程传送回了现实世界 不曾想这一幕都被妮可拉撞见 他把这当成了是传说中的魔法 心中更加确认男主是个很厉害的人 他此次前来就是想报答男主的救命之恩 所以精心熬了一锅美食 再听到男主承认自己身份和探险者差不多 妮可拉顿时脸红心跳加速 随即又表达了感谢 要不是男主出现他大概一辈子 也体验不到这么刺激的一天 少女的微笑不由让男主有些心动 可很快这份心情就又被震动打断 男主这才想起自己还有正事 立马让妮可拉返回村子叫所有人避难 而理由就是接下来会有一只巨龙袭击村子 对于男主的话妮可拉没有丝毫怀疑 回到村第一时间就让打架 收拾行李去往高低避难 仅仅片刻一只变异的巨龙 就缓缓出现在众人视角 可面对这个庞然大物 男主竟独自一人挡在最前方 而身后就是他前些日子所准备的所有武器 此时谁也不敢相信男主 竟打算用弓箭打败巨龙 就在村民们疑惑不解时 男主却是一发箭矢接一个炸药筒连续输出 就这样持续了数分钟 聪明的妮可拉看出了端倪 炸药筒虽然因为距离无法造成伤害 但却会受到惊吓陷入僵直 而男主就是利用这一空挡疯狂输出弓箭 这种行为在村民们看来实在太笨 可立马就遭到妮可拉反驳 要知道男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们 不然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些 就这样男主一直从黄昏奋斗到了晚上 随着炸药筒和弓箭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也意味着他无法再继续让巨龙陷入僵直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妮可拉等一众村民竟主动加入了战斗 但见此一幕男主的心情却是无比复杂 在大伙一致努力下 巨龙的血条终于被清零 可男主并没加入庆祝中 这时妮可拉突然一把扑到了男主怀里 可不等他关心的话说出口 反倒是男主率先查看起了他的身体状况 接着妮可拉认真说出了自己经此一世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 继续得过且过地活着 想跟男主一样拥有面对困难的力量 文言男主却是沉默了一会 尽管女孩的眼神无比真诚期待 但他还是拒绝了 妮可拉刚想询问原因 怎料脚下突然冒出大量烟 下一秒就被火焰吞噬 见状他站在原地不明所以 可男主却是边哭边说着抱歉 原来按照游戏事件村子注定会被巨龙团灭 就算他们利用其他手段强行战胜巨龙 但还是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 而男主的真正工作就是确认村子 能否在任何情况下被完全毁灭 原来很早的时候 男主就已经见到了妮可拉 和村民在各种情况下死去 渐渐的男主也对他们产生了感情 所以才会提前准备大量弓箭和炸药桶 可结果到头来也只是无用功罢了 新的一天村民们依旧会 再次复活不断轮回死亡 来不及过多伤感工作还要继续 不料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本以为是曾经的队友回来了 万万没想到引入眼帘的 竟是刚刚被大火焚烧成灰烬的妮可拉 此时的妮可拉仿佛没有灵魂的曲强 再见到男主后就昏了过去 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新手村的NPC 竟然出现Bug产生了自我意识 还要拜男主为师一起去见识这个世界 想着一个人也是无聊 男主便同意下来 就这样经过两天半夜的赶路 他们来到了一座城镇 可刚进城尼克拉就被男主的操作搞傻了 只因男主竟然将连抵在墙上疯狂来回跑动 而且还不光这样 男主随即又开始以各种姿势撞击墙壁 这可把小迷妹看傻了 一番询问才得知 男主是在检查墙壁有没有裂缝 简而言之就是游戏中常见的卡墙穿墙Bug 虽然不是很懂男主在说什么 但尼克拉还是有模有样学了起来 然而在其他NPC眼中 这完全是两个傻子吃饱了没事干 就这样两人围着城镇跑到了下午 庆幸的是没有发现什么Bug 尼克拉本以为接下来就可以休息了 可男主却表示只检查一遍 就下定论是很危险的 也就是说还要再来一遍 好不容易第二遍结束后 男主忽然发现尼克拉脸色发黑 他本以为是今天的工作量太大了 可不曾想尼克拉却是觉得今天太好玩了 就在男主继续讲述自己伙伴时 不曾想另外两个程序员找了过来 确认男主就是同行后 恶趣味的黄毛直接给男主来了一刀 表示这就是他的打招呼方式 察觉来者不善男主立马打爆面前的烟雾桶 借着烟的掩护拉着尼克拉离开了这里 随后躲进了一个特殊房间 按照游戏设定只要从里面繁琐 外面的人用任何方式都无法进来 而男主身上的伤也不是大问题 只需喝下随身携带的回复药水 眨眼间伤势就能痊愈 但就在男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时 不要黄毛两人尽力用管理 权限开启了穿墙模式 见此一幕男主顿时怒不可遏 明明除了必要情况不能使用管理权限 不然他们就不能以玩家身份检查游戏漏洞 并且更重要的是 滥用管理权限很可能会引出很多bug 听到男主这么叫真 黄毛先是哈哈一笑 身为程序员的他何尝不明白这点 可如今他们都被困在游戏世界 属于非常时期 使用管理权限让自己 过得好点有什么不可以 尤其是在看到男主身边 还带了个小女孩NPC 黄毛顿时秒懂 想不到男主表面老实 却有着这样的癖好 就在男主不明所以时 黄毛表示这种特殊时期 他们程序员就应该互相帮助 将各自掌握的情报互相分享 接着黄毛就邀请男主 加入自己的组织 毕竟自从做好 再也不返回原本世界的觉悟 他们小日子过得简直比皇帝还爽 每天只需思考怎么拿NPC取乐 进行各种想尝试的事 了解黄毛组织所作所为后 男主毅然拒绝入伙 他要坚持自己的初心 继续检查游戏漏洞 盔甲男健壮也失去了耐心 打算动用武力强行带走男主 殊不知男主早已将逃跑天赋 点到了极致 然而开启了无冷却模式的 盔甲男速度更甚一筹 眼看就要被追上 男主只好带着妮可拉 来到了一间地图边境的房间 如今他只能选择赌一把 此时的盔甲男 完全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 忽略了地图边境 最容易出现墙体bug 而也就是趁着盔甲男 穿墙的空挡 男主瞅准时机 拿到了其身上的管理系统 随着盔甲男落败 黄毛健壮果断选择跑路 毕竟谁也不知道掉入 未建模的区域会发生什么 说不定会一直重复高空落体 于是黄毛打算 先将情报传回组织 而此时的男主已经带着 妮可拉决定躲到早上 等第二天就出发去某个遗迹 寻找他的程序员伙伴 男主来到了一个副本遗迹 虽然这个副本的设计风格 很像宫崎老贼 没走几步就会有阴间生物出来偷袭 但男主身为程序员对于 这些自然是在熟悉不过 哪怕闭着眼睛都能通关 然而他却忘了妮可拉只是个村姑 只是一个没留神的功夫 妮可拉就被地上的金币吸引了注意 只因他觉得这样做会得到男主夸奖 殊不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间 被金币怪包围了 很快就昏昏入睡 而这时专心赶路的男主 才意识到妮可拉不见了 某处神秘房间内 金币怪把妮可拉放到了祭坛上 伴随一段奇怪的献祭话语 一直长着人脸的五指怪就从湖里钻出 眼看下秒就要把妮可拉吃掉 好在男主及时赶来救场 因为深知五指怪的弱点 男主短短几个回合就将其打败 至于剩下的金币怪则更简单了 只需用墓杖推到湖里就会瞬间秒死 经此一事妮可拉也是认识 到了自己太过貌实了 妮可拉很好奇男主先前说的同伴在哪 文言男主直接指向了地面 妮可拉回头一望差点没被吓傻 他万万没想到男主同伴竟然嵌入了地面里 这时男主解释道 这人在瞬间移动时意外卡进了地上 而不远处还有一个同伴 则是陷入了无敌Bug 在即死的地方不断去世复活 男主也曾试过许多办法 可不管用拉还是道具都无法将其救出 说到这男主也不禁想起了一年前 那时他们五个程序员一起 进入游戏世界检查漏洞 每个人都有着管理系统 但不到必要的情况都不会使用 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分享工作日常 可不曾想这份悠闲生活并没持续太久 某天他们突然发现无法登出游戏了 哪怕是把消息传到外界也没什么变化 于是从这天起 三个同伴果断选择了摆烂 开始随意使用管理权限 可很快意外就来了 这三人都因为滥用管理权限引发了Bug 一个被卡在土里 一个重复去世 一个飞上天后就一去不复返 而这也是男主坚决不用管理权限的原因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之后男主和最后一个同伴决定分头行动 同伴去尝试把这个游戏通关 而男主则继续上传Bug并想办法救人 但如今过了一年都没有进展 男主便打算也和同伴一样去推进游戏剧情 可不料刚准备出发 妮可拉突然开始在男主身上乱摸 拿走了男主所持有的两块 有着管理权限的石板 并且更震惊的是 此时的妮可拉随便一跳都是十米高 还让男主赶快煮饭 男主以为这又是什么Bug 离开一季后就开始生火烧饭 但不知为何妮可拉的饭量却是大的可怕 而且性格也不像妮可拉的设定 抱着疑惑男主试探问了一句 原来这个游戏世界存在三种AI 一种是妮可拉这种NPC的角色AI 一种是管理地形资料的导航AI 以及管理整个游戏的全域AI特斯拉 而妮可拉现在就是被特斯拉附体了 至于为什么选择妮可拉 也只是单纯因为妮可拉是跟男主最亲近的NPC 这对他之后的计划很有帮助 此刻 男主才终于明白妮可拉为什么出现Bug产生自我意识 想不到竟是特斯拉出手造成的 而特斯拉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将滥用管理权限的程序员赶出这个世界 不过更准确地说是没收这些人的管理权限 防止出现更多的Bug 男主因为是个老实人 从未用管理权限干过什么坏事 特斯拉便将属于男主的石板还了回去 但这就让男主不明白了 特斯拉既然是世界AI为何不亲自出手 对此特斯拉则表示很遗憾 他虽然身为这个世界最高级的AI 但没有直接干涉玩家的权限 单靠他自己基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说完这句话特斯拉就离开了妮可拉身体 此时的妮可拉则是满头问候 不知自己为何出现在这里 尤其是肚子莫名的男兽 就这样临危寿命的男主 带着妮可拉继续出发 可不曾想途中竟遇到了 一个不存在游戏地图的村子 从未见过这么诡异的村子 每个村民不管干什么都维持着T型姿势 并且不光人类 就连哈基米等动物也是如此 只因这是一个游戏世界出现了Bug 村民们只是建好了魔雀 没有加入动作模组 因此村民们走路才会是漂浮 而男主身为除错人员就是 把这些异常上报给外界 当天男主就和妮可拉统计了 全村有Bug的NPC 并在晚上把漏洞数据传给了开发团队 一晚时间过去 男主便收到了修正完成的消息 村里人纷纷有了动作模组 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有个兔子竟然还保持着T姿势 本以为这是昨天不小心遗漏的NPC 怎料兔子再见到男主两人 立马释放了隐身魔法 随即潇洒地离开了这里 不过男主深知隐身魔法有个破绽 那就是无法隐藏足迹 而兔子的举动很可能也是一名程序员 抱着宁可错过不肯放过的想法 男主立马带着妮可拉一路追了上去 经过两分半后里面 男主发现了足迹的终点是一间小屋子 静门一看发现有个支线任务的NPC 但比起这个男主更在意房间里的特殊纸张 这明显是程序员上传漏洞的纸 可现在却被人画上了漫画 不等男主询问漫画来源 一把小刀突然袭来 先前的兔子竟然用刀挟持了妮可拉 原来他是从某个大型组织 逃出的某个程序员 因为不想再任人摆布才躲在了这里 好在经过一番沟通后 双方的误会终于解除 明白兔子不是组织的人 男主当即邀请兔子和自己一起 修复这个游戏世界的bug 可文言兔子果断拒绝了 只因他现在的心 已经全部给了女NPC鹿 鹿原本只是个 聆听玩家故事的NPC 但不曾想在看过兔子画的漫画后 鹿竟然给出了好看爱看的评价 这还是兔子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肯定 于是他便在这住了下来 全心全意绘制漫画 梦想有天能离开游戏世界 当个真正的漫画家 可就在众人探讨未来时 不曾想上方突然传来剧烈震动 下一秒整个房屋瞬间崩塌 原来是会长追杀男主两人来到了这里 直接控制巨龙将整个村子摧毁了 此时男主靠着血后在废墟里硬炕 另一边黄毛剑没有男主的踪迹 随即就和会长一起离开了这里 对他们来说NPC只是 想杀就杀的玩具罢了 而等兔子再次找到鹿 发现对方已经被断臂残缘死死压住 兔子还想着能够调配恢复药水 让鹿满血复活 可不曾想男主搬开废墟 却见鹿变成了某个传奇咒术师 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用药水复原 并且这里的NPC一旦死完便无法附后 就这样兔子在含泪告别之己后 他选择彻底黑化 他要把会长等人追杀到天涯海角 男主几人正式启程前往贝尔城 只是男主的形式风格让兔子接受不了 经过几天时间的赶路 来到贝尔城附近的男主打算制定一些计划 于是问起了社长那边一共有几人 兔子表示他走之前一共有九个 但都是些笨蛋 这时男主也分享了一个情报给兔子 那就是全域AI特斯拉会透过妮可拉现身 话音刚落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次日几人登上附近的高塔 一座被改造的面目全非的小镇 出现在三人眼前 而唯一通往城堡的路也被切断 这时尼可拉发现城堡下面似乎有东西在动 定情一看才发现是 大批NPC被串死在地上 并且尸体下还有大量怪物在啃食 兔子解释他临走前社长进行了图案 因此NPC的尸体才会堆积如山 面对奋起反抗的士兵社长 索性将唯一的通道给切断了 想到借由士兵抓住以此 进入内部的办法不可行 男主不由地赶到一阵头大 然而兔子却希望男主使用除错模式 就在这时男主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见他来到高塔内的一间房 从里面搬来了一个箱子 紧接着朝着箱子猛打了八拳 然后抱起两人踩到箱子上 示意兔子等飞到一半就使用隐身魔法 在短暂飞行过后 男主三人有惊无险地跌落在城堡周围 为体力进行补充后 他走向卫兵表明了 自己是王之探求者的身份 就这样三人很顺利地就来到了里面 怎料没走两步男主就感觉不对劲 话音刚落就被突然出现的卫兵给包围住 并以灾恶探求者的罪名将三人逮捕 然而男主反倒觉得这是个潜入的好机会 只是苦了不明真相的妮可拉 随后很快酒井也来到了牢房 然而当他来到男主所在的牢房里面的却是怪物 原来游戏为了不影响 玩家之间进行主线任务 因此每个队伍都会被分配到不同空间 而看似同一个位置却是不同的空间 之后当男主检查起周围时发现 其中的一块砖头意外的松动 随着缺口几人一路来到某处通道 经过兔子的提醒 男主发现如今主线任务 更新成为了打倒卫兵长 很快三人就来到一间拷问室 就在男主翻找有用的东西时 妮可拉却发现不得了的东西 拓子怀疑是某个程序员故意放的 就在妮可拉继续摆弄魔法棒时 却意外将其中一根甩飞出去 也是在这时一只体型庞大的怪物出现 只见这只名为卫兵长的怪物 一边说着脏话一边靠近众人 男主挤人在与怪物搏斗的过程中 还不忘吩咐一旁的妮可拉 帮忙记录这里出现的问题 比如攻击方式单一 又或者随处可见的魔法棒 将怪物打倒后 妮可拉将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了男主 也是在这时男主发现怪物名叫拷问官 与之前显示的卫兵长有所不一 随即将这一问题补充到记录上 兔子好奇上传的漏洞会被修复吗 男主解释是小漏洞的话会被修复 说到这兔子不经猜测 对方是故意不让自己登出 男主也想起自己每天 都有上传无法登出的问题 可就是一直没被修复 之后当三人赶路时 妮可拉好奇男主所说的登出是什么意思 男主刚想要解释就被兔子制止 表示透露现实世界的事情 没准会出现更严重的漏洞 话音刚落男主就发现任务表更新了 目标则是打倒齐多拉后逃走 来不及多想的男主 很快就遇到所谓的齐多拉 一只眼神看起来非常清澈 并长着一堆恶的怪物 想到这是任务的最终boss 男主立马开始制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首要任务就是要驱走社长的除措时 由于主线任务空间跟开放世界空间是分开 于是男主决定在主线 任务结束前潜入社长房间 并提前布置好定时炸弹 一旦齐多拉被炸死 那么他们就会回到开放世界空间 就在男主准备寻找前往社长房间时 不出意外的话是要出意外了 不等男主多闯口气 他就发现天花板上似乎有通道 将齐多拉弥晕后 男主便马不停蹄前往天花板上 很快他就发现这里能通往上面 紧接在地上放置大量炸弹 并设置在两小时后爆炸 而手中的蜡烛则是爆炸倒计时 随后三人来到一间库房 而在行径途中 兔子不小心碰到了其中的一个罐子 随着罐体破裂一只齐多拉出现 由于连锁效应更多齐多拉破罐而出 来不及多想的几人立刻展开逃跑 却没想到还有一只挡住了去路 眼看马上就要被困住 男主灵机一动开始打破周围的罐子 随着大量齐多拉出现 整个世界都仿佛变得卡顿了起来 原来男主正式利用了出现大量怪物时 游戏来不及运算从而变得卡顿这一点 当三人逃离齐多拉的包围圈后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也在后续逃跑中成功躲进一处地道 很快男主就通过地道来到了大厅 就在男主开锁的空隙 兔子向男主吐槽起他们 这只奇葩小队很不平衡 完全没有输出跟坦克以及辅助 而这番话也激起了尼克拉想要变强的想法 将门锁打开后 男主表示等一切解决后 就会带他去冒险者工会挑个职业 随后三人就来到了社长房间楼下 打开门后却发现里面跪着一名黑骑士 来不及多想的三人 随即使用隐身进入到房间 让男主没想到的是隐身 在对方面前似乎不起作用 眼看战斗不可避免 于是兔子为男主施加上能 抵挡一次攻击的buff 而在另一边 九警正向同事吐槽起社长的种种不公行为 越想越气的他 于是将怒气发泄在怪物尸体身上 就在他想要继续研究怪物时 同事却突然通知说社长要 在15分钟后举行紧急会议 早就对社长有所不满的九警心生一计 打算召集出社长外所有人开一个讨论会 很快到了会议的时间 社长提出想要回去的想法 因为他已经对这里感到腻了 如今在这里已是无敌的存在 继续游玩下去也没有意义 就在这时九警打断了发言 与此同时 妮可拉手中的蜡烛即将熄灭 而男主不管如何被黑骑士击倒 却誓死不愿使用除措时 正当他打算撤退时 黑骑士把手伸向背后紧接着便消失在这里 来不及多想的男主 只得继续赶往社长房间 就在距离社长房间还有一层时 蜡烛也所剩不多 来不及的三人 只得躲进周围的箱子中 随着最后一点蜡烛熄灭 炸弹也随之被引爆 紧接着三人就听到了外面似乎有声音 打开箱子 却看到了几人在行刺社长 在确认社长死亡后 九警仍对着社长尸体一顿狂踢已是泄愤 同时好奇社长到底会不会复活 九警解释至今尝试死亡的除措员都下落不明 目睹这一切的男主不禁流出一身冷汗 因为按照设定玩家能够靠魔法复活 如果死后一直放人不管且不能登出 这样情况下的玩家的意识又会如何 等几人都离去后 男主三人这才敢安心走出 紧接着就把社长的除措时交由特斯拉处理 兔子看着仇人就这样死在自己眼前 他感到很不甘心 于是对着社长尸体一顿鞭尸 但死去的NPC终究是回不来 随后男主打算先离开城堡 等补充好药水后再拟定作战计划 然而话音刚落周围就发生了震动 原来酒警等人正以抽积木方式 拆除掉这座社长专用楼 随着大楼轰然倒塌 男主也在这时从废墟中爬出 一时间双方面面相去 就在兔子打算释放隐身魔法时 下一秒男主就抱起两人往城门逃跑 酒警告诉众人眼前的大块头 就是做掉于田的凶手 文言几人随即决定为于田报仇 当剑士射出去以后 在技能的辅助下毫无悬念地全部击中男主 但他却硬着头皮继续逃跑 见此青睛女人以为男主是使用了除错模式 而酒警却表示唯独男主是不可能用的 眼看男主马上要逃走 光头直接一个加速追上了男主 然后一群重重地砸在男主脸上 看着近在眼前的城门男主心里有些不甘 酒警劝男主使用除错模式 因为没准还有机会逃走 这时一旁的同时想让兔子重新加入他们 因为他们正好缺一个打杂的 在一番软硬尖尸后兔子走向了对方 然而这时的人却要兔子跪下 为之前逃走一事而道歉 文言兔子也指得照做 怎料下一秒酒警就 抽出小刀刺进兔子的手中 就在几人以为兔子真的屈服时 下一秒就被兔子释放的风魔法给吹飞出去 几人并没有表现出太惊慌 因为这种基础技能 顶多能把人吹飞几十米远 于是几人索性等停下来后再教训兔子 而这些都在男主的计划之中 原来男主再逃向城门时就 曾示意兔子将对方吹飞出去 因为地图会在NPC搜身的这段时间进行加载 一旦越过这个流程就很有可能会被卡住 将几人的除错石以及药水拿走以后 男主随即进行了一番补充 如今社长几人已被解决 于是男主打算回到城堡中 确认是否会发生变化 却没想到在城门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而对方正是已经死去的社长 社长的出现让两人很是惊讶 只见社长缓缓掏出一颗碎掉的石头 解释正是这颗替身时让他躲过一截 兔子看着未能手刃的仇人如今就站在面前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他紧接着冲了上了 结果反手就被拧了起来 社长提议男主跟自己合作 因为如今双方都是以登出游戏为目标 紧接着就在兔子耳边说了一番话 听到后兔子有些意外 并且也不再执着于杀死社长 随后当男主来到城堡中 这里的一切也都变回了原样 并且可以正常触发主线任务 看着周围不断恢复秩序 男主也感觉轻松了不少 但唯独兔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时间来到晚上 就在男主记录漏洞的时候 兔子向男主表示了感谢 因为是男主才让他得以化险为夷 这也让他意识到提升等级的重要性 说罢便以吹晚风为理由离开了这里 然而画面一转 兔子就来到社长专用楼的废墟前 紧接着开始翻找起之前 曾躲藏在内的箱子 很快他就从里面翻找出 被社长没收的除措施 也是在这时社长出现了 兔子随即向对方确认 能让NPC复活的真伪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社长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事成之后 借用除措施的力量帮助他 兔子果断答应 随后两人便出发前往路的目的 次日当男主醒来时 却发现兔子不见了 而根据床上没有使用过的痕迹来看 兔子似乎一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突然男主想起兔子 曾说过提升等级之类的话 以为是去了特训所幸就没多想 之后两人便前往冒险者工会 面对射手法师战士 三种职业尼可拉都很喜欢 但转念一想还是决定 成为跟男主一样的盗贼 之后两人来到盗贼工会 打算注册身份 在得知想要尼可拉成为盗贼后 门卫表示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只是个普通的村民 不等他把话说完 就被男主捂住嘴巴 将尼可拉支开以后 看着在认真记录各种委托的尼可拉 男主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向尼可拉谎称要满15岁 才能注册成为盗贼 听到这消息后尼可拉有些失望 但为了安慰对方 男主提议先提前买好装备 之后两人来到武器店 然而不管尼可拉如何 尝试都始终无法拿起铁剑 因为各种武器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力量 而让村民使用武器本就没有意义 之后尼可拉又尝试拿起短剑 但效果还是不尽人意 直到最后拿起一把 跟指头大小一样的小刀 这时老板向男主推荐了一把珍藏武器 没错正是眼前的骷髅头 只需把手伸进去拉动下巴 就能发动攻击 由于骷髅头的攻击是 根据使用者等级而改变的 男主一发就直接摧毁了假人 就在男主想要再次发动时 却发现过热了 这样的武器男主有些心动 于是打算跟老板侃侃价格 这时尼可拉好奇自己发动后 会是怎样的威力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拿起了骷髅头 却没想到这一击 直接打出了一个大窟窿 自己也随之陷入了昏迷 男主有些无语 骷髅头是根据使用者等级限制火力的 而身为村民的尼可拉 却没有等级的设定 他猜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骷头未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 兔子与会长也赶回了村子 并来到路的墓前 紧接着兔子 按照社长说的开始输入指令 点击确认后 一道光柱直冲天上 兔子以为路会原地复活 却被社长告知 可能复活在原本所在的地方 听到这个兔子立刻往回赶 来到却发现 本该是废墟的房子 如今恢复了原样 当他打开门后 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的路 就在兔子准备向路展示他的漫画时 对方的回答却让他瞬间心如死灰 原来路被代码重置后 记忆也似乎跟着被重置了 尽管如此 但这对兔子来说已经足够了 就在两人休息时 兔子将除错时交给了社长 紧接着吐槽这个游戏世界烂透了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快把他逼疯了 然而这番话却激怒了社长 因为这番丧气话 让他愈发觉得回不去了 话音刚落社长就被一分为二 而动手的正是在城堡里 见到过的黑骑士 而在另一边 男主的任务也更新了 那就是向各国的网禀报 就在男主庆幸终于能推进任务时 兔子与黑骑士出现了 男主立刻做好战斗 准备去遭到兔子的阻止 也是在这时他才反应过来 之前遇到的黑骑士竟是除错缘 加赫解释当时因为不知是敌是友 因此才会对男主大打出手 至于为何会出现在主线空间 则是他在城里闲逛时 遇到了男主几人 在触发主线任务后 就被卷进主线空间 再意识到男主并非是坏人后 便离开了 而在兔子那听说男主 一直在认真进行除错工作后 加赫一把抱住了男主 就在加赫也想给妮可拉一个贴贴时 男主问起加赫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加赫解释自己刚被困在游戏里 非常绝望 但在某个人的指引下 他决定以现在的样子 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像社长那样的遏制 除错员自然就是他的敌人的 而男主认真生活态度正好吸引了他 因此想要加入男主的队伍 不等男主做出回应加赫 就当男主是默认了 尽管如此 两人还是决定 先把特斯拉的事情 对加赫保密 紧接着兔子 就把他的除错时交给男主保管 出于对兔子的信任 男主并没有收下除错时 到了第二天 妮可拉得知了队里 来了见识后也是相当高兴 就在几人准备吃早餐时 特斯拉秒顶号 不明所以的加赫还以为 妮可拉这孩子特别能吃 随后男主就提起主线任务的事情 王表示要去距离最近的联合国 说到这加赫想起他就曾经过那里 因此他可以为男主带路 之后众人便踏上前往联合国的路程 途中妮可拉发现附近草地上有巨大的脚印 加赫解释这一带有巨人出没 只要沿着主干道走就不会有事 为了以防万一男主还是 决定跟着脚印检查一番 却看到这里还有人类的脚印 而这里似乎发生过战斗 到了晚上的时候 加赫提出要跟男主比拼厨艺 随后两人就分别做出两道不同的菜品 当兔子两人品尝过后 两人一致认为加赫做得比较好吃 顶号的特斯拉则是给出这样的评价 怎料话音刚落周围就传来动静 紧接着天上就有东西飞来 重重地砸在男主的身上 看清才发现这是一具巨人尸体 不等众人搞清是什么情况 紧接着就又有巨人出现 而巨人也只在一番攻击之后 带着同伴的尸体就离开了 而这时加赫又发现森林中还有东西 紧接着一个身形庞大的人类出现 尽管对方不是巨人 但力气去远比巨人要强 就在双方僵持住的时候 男主亮出示王之探求者的身份 看到这的男人如释重负 表示他也是探求者 就在男主以为对方也是除错原时 却没想到对方只是个名叫盖德尔的NPC 了解后才得知原来盖德尔的村子 经常遭受巨人袭击 不久前的他还只是个普通村民 直到遇上一位名叫山中的探求者 这才发生了改变 在山中的引导下于是他成为了探求者 这当即就引起了男主的怀疑 因为他实在想不到除错原 是如何赋予村民力量的 为了一探究竟 男主决定前往盖德尔的村子调查一番 可当来到村子后 村民们都对盖德尔避之不及 来到长老家后 周围的人更是没有好脸色 时间来到晚上 男主决定前去长老家调查一番 而加赫也知道男主会这么做 因此给了男主一个吹响后 只有精灵族听到的哨子 表示遇到危险后就吹响 很快男主就潜入到长老家当中 结果却偷听到几个手下 打算趁着夜色杀掉盖德尔 长老念在盖德尔保护村子有功 因此持反对意见 然而这是一位四肢不全的男人走了进来 而这便是反抗盖德尔的下场 最终经过众人一致决定 就在今晚干掉盖德尔 情急之下男主拦住了几人 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导致几人有这样的想法 族长解释盖德尔是他们 从巨人手上救下来的婴儿 由于身上没有战士的血脉 自然也就成为不了战士 就在某天村子里遭到巨人的袭击 而这时山中救下了村子 盖德尔处于对山中的崇拜 两人也很快熟络了起来 但在某天两人突然失踪了 在搜寻无果后的第二天 突然身形变得巨大的盖德尔回到了村子 之后盖德尔每天都外出狩猎巨人 在狩猎的过程中有的人 则会因为被他误伤而导致丧命 就连试着劝阻的人也被会接连打倒 因此他们才决定要对盖德尔动手 就在战士们准备动手时 男主再次将他们拦下 希望众人能给他一些时间 之后男主就把事情告知了迦赫几人 而迦赫也认为把盖德尔杀掉比较好 然而男主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就在这时迦赫发现已经晚了 等男主几人赶到后 发现盖德尔已经把几名战士杀死 他不理解明明自己只是想保护村子 结果到头来遭到村民们这样对待 迦赫见状准备动手 但却被男主给拦了下来 也在这时盖德尔打破墙壁逃走了 男主解释要先找到山中 只有找到他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很快盖德尔就来到一处瀑布前 而这里实则是山中的藏身之处 这天受到欺负的盖德尔找到山中 山中也心疼盖德尔经常遭到欺负 于是利用除措时把盖德尔的数值 全部调至最高 之后变成了这幅模样 很快盖德尔就逃进瀑布后的山洞中 希望能让山中把自己变回原样 很快男主几人跟随盖德尔的脚印 也来到了这里 这时兔子发现不远处的墙壁竟然没有贴图 看着一动不动的山中 众人发现山中卡死了 只是让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何还有呼吸 就在几人猜测是何种原因导致时 特斯拉突然顶号 紧接着来到山中面前 而在数个小时前 此时的山中还没有被卡死 由于好奇盖德尔的情况 又不想被NPC说闲话 于是他开启了自由视角模式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回不到身体上 不管如何尝试都不行 于是就保持着这样的状态直到盖德尔出现 山中发现眼前的女孩似乎能看到自己 而特斯拉也清楚山中事 被自由视角模式给困住了 正当山中以为能得救时 特斯拉二话不说就把他的除错事给吃了 紧接着告诉盖德尔他现在 这个样子已经不可能恢复 听到这样的回答盖德尔有些破防 不愿面对现实的他 随即一巴掌拍飞了特斯拉 见此情景男主也准备动手杀死盖德尔 但男主根本不是盖德尔的对手 即便是加赫也无法伤其分毫 很快男主的武器就被打碎 而加赫也因大意吃了盖德尔一拳 但武器插进周围的墙壁后 紧接着便消失了 眼看盖德尔已经杀疯了 男主只好扔出道具制造起烟雾 而这时兔子也捡起骷髅炮并发射出去 而攻击正好击中了盖德尔 就在几人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时 却没想到盖德尔竟然还活着 男主见状也是立马带着两名伤员逃走 逃出山洞后第一时间就往村子里赶 想要警告那里的村民 然而不管男主如何劝阻村民们都不愿离开 也在这时盖德尔回到了村子 二话不说就朝着男主发起攻击 村民见状纷纷上前阻止盖德尔 然而这无异于以卵击时 很快他又把目标放在了小孩子身上 准备用石头将他们砸死 情急之下男主用肉身挡下了攻击 自己也因此受到了不少伤害 看着眼前的一幕 盖德尔突然想起了山中那具强者 要保护弱者的教导 意识也在这时恢复了过来 当注意到村子被自己破坏后 盖德尔陷入了自责 怎料下一秒 他就突然蹊跷流血 男主这时才注意到 是迦赫动用了除错模式 并且用的还是致死指令 男主有些崩溃 明明自己已经成功说服他了 迦赫认为不是盖德尔死 就是自己死 毕竟谁也无法保证 盖德尔还会不会暴走 眼看男主如此顽固 迦赫索性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 然而不等两人发生战斗 村里就遭到巨人的入侵 如今体力到达极限的几人 也只好撤离了村子 看着遭到毁灭的村子 男主陷入了自责 他认为是自己的干预 导致了村子的毁灭 最后还无能为力 迦赫觉得男主有些夸张了 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群NPC罢了 这时兔子发现 妮可拉迟迟没有醒来 迦赫提议到萨伊公国找他的同伴 而那里有一位最高级祭司 没准能帮忙治疗 为了妮可拉的姓名 男主决定当即启程出发 经过一个月的赶路 来到目的地的男主 感到有些不可置信 因为说明书上写着这里 是一个被森林覆盖的国家 迦赫解释 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灵势力失衡 从而导致的荒废 很快几人就来到了萨伊公国前 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城外竟有大批士兵驻守着 迦赫表示 这只是这里的特有之线 说吧便朝着下面赶去 突然一只巨手从天而降 直接将下面的士兵 像蚂蚁一样给碾死了 兔子有些惊讶 因为这是只有最高级 祭司才能使出的魔法粉碎 在迦赫的催促下 几人这才回过神来 很快几人见到了迦赫的同伴 连以及西 只见迦赫跟连抱在了一起 紧接着就互啃了起来 这给男主两人整不好意思了 再了解到来这里 是因为妮可拉后 连打算请他们的指导者 阿尔巴来诊断一下 男主不解什么是指导者 连解释这里的除错源 自从无法登出后 都陷入了绝望 而阿尔巴的出现 给予了他们活下去的动力 而刚刚的粉碎 就是阿尔巴所释放的 这时期发现 男主总是一副疲惫的样子 于是提议男主 啃个嘴子减轻一下压力 而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舒缓压力的 实在接受不了的话 他们还有其他办法 那就是把烦恼的事 写在纸上 然后放进盆中 男主随即在纸上 写下了一大段文字 连将纸点燃后 男主顿时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 之后男主就来到澡堂泡澡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国家既然是男女混浴 随后阿尔巴就发现了 尼可拉似乎受到了很重的伤 就在他触碰尼可拉的瞬间 阿尔巴感到有些惊讶 镇定下来后 便开始为尼可拉施法 男主有些吃惊 没想到阿尔巴也是权育AI 对于权育AI这两个词家和有些陌生 特斯拉解释游戏 为了显示每个地区不同的特色 因此每个地区都分配了不同的权育AI 并以不同的理念治理当地 随后特斯拉质问阿尔巴在这里做什么 是打算使唤除错员并统治国家吗 这时连站了出来 他解释阿尔巴并无所图 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进行除错任务 说到这里特斯拉也决定不再追问下去 随后在几人休息时 特斯拉找到了男主 他告诉男主犹豫之前 与盖德尔的战斗受了伤 所以要进入一段时间的休眠 而在此之前需要男主帮忙完成一件事 那就是把阿尔巴这边的情况上传给开发团队 只因特斯拉认为 阿尔巴的管理方式存在问题 与此同时连提出干掉男主一行人 但很快就遭到加贺的阻止 而阿尔巴也认为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再加上他无意与特斯拉发起争端 很快男主就把这边情况写在纸上 就在他点击发送的时候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阿尔巴监控着 男主猜测到是阿尔巴干的 但奈何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当务之急男主决定先找到出去的路 而男主之所以会被传送走 是因为之前所谓的降压仪式 而阿尔巴刚好就有一个技能名为掌握 只要烧了戴清笔签名的纸 就能随时控制对方的位置 让连唯一在意的是加贺跟西的名字 似乎也都烧了 阿尔巴瞬间猛逼 与此同时 兔子三人也被传送至了一片陌生地方 对此兔子猜测是阿尔巴干的 毕竟特斯拉的出现影响到他的权威 尽管西坚信这不可能的 但加贺心里已经出现了动摇 就这样过了两天 不管男主如何尝试都发现无法逃离这里 这也让他意识到想要逃离 这里只能使用非正常手段 随后他在周围捡起一块木板 接着举起木板就往铁门上撞 当木板与铁柱发生挤压后 下一秒男主就穿过了铁门 而这也得益于他之前收集的漏洞之一 很快男主就来到一处书库 打开其中一本书发现这里 都是些游戏世界观补充的文本 只是上面有些乱码以及错字等等问题 让他有些受不了 就在他记录这些漏洞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了动静 男主撞起胆子走了过去 来到却发现一个问号 而对方也被男主的出现吓出了尖叫 接着妹子解释他叫木下也是除错源 身为蜥蜴人的他 在穿下NPC那买来的装备后就成了这样 对于这种漏洞 男主也是第一时间给记录上 随后木下告诉了男主 这里是某位炼金术师的书库 也是马兹纳神殿的地下迷宫第一千层 而在另一边 兔子几人也在寻找出路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有亮光的房间 来到里面后却发现这里是一间赌场 只是这里的路人NPC略显搞笑 为了能赢得一把防身的武器 倩当即在柜台NPC这里租借了一笔筹码 他让众人放心就好 因为在这方面他就没亏过钱 然而下一秒就输了个金光 当兔子看到租借条款时 直接傻眼 只因这里的筹码是用内脏来抵押 向NPC询问后得知倩 需要抵押体内全部器官 三人瞬间被吓傻 西更是直接赖账逃跑 结果却被这里的保安给拦了下来 身为格斗家的倩 当即就对保安发起了攻击 却没想到这里是非战斗区域 因此攻击并不会生效 很快三人就被困了起来 而在男主这边 得益于炼金术师留下的材料 男主这才得益补充了一番状态 就当他准备继续寻找出路时 幕下却告诉男主 这里根本不可能逃出去 只因出去的路 被一头体型巨大的恶魔给拦住了 并且只要发出轻微的声音 恶魔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发起攻击 然后再抓住那根铁链 幕下推测恶魔的速度 大概只有十针左右 即便是职业玩家也都难以反应 男主想到这是个多人团本 于是回到书库 试图寻找打倒恶魔的攻略 与此同时 由于西欠下赌场一笔借贷 如今要么偿还债款 要么留下内脏 实在没办法的兔子之后 抵押掉内脏 以此换取筹码 势必要用扑克牌赢回来 在经过与AI几小时的搏奔后 最终兔子还是败下阵来 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 在检查漏洞的男主 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恶魔所在的房间 跟这里正好是同一层 而在另一边 醒来有一段时间的 妮可拉受到了阿尔巴的召见 在确认特斯拉真的陷入休眠以后 连谎称男主已经离开了这里 尽管妮可拉有些不相信 但最终还是被连给轰了出去 很快男主几人 就靠着漏洞逃离了赌场 不等几人为此感到高兴时 紧接着铁门便被打开 而这里的保安 也都纷纷变身成狼人 让几人感到惊讶的是 狼人身后还跟着一只三头怪 几人健壮拔腿就跑 在利用烟雾弹进行掩护之后 男主告诉兔子等穿过走廊后 一定要踩着地上的书 并且无论如何也不能发出声音 尽管有些不理解 但兔子还是决定按照男主说的做 原来男主在翻阅书库的书籍时 无意中发现这里带有皮革的书本 似乎都没有设定属性 因此表面上不管如何敲击 都不会发出声音 将狼人都解决后 恶魔似乎有些乏力 等到将三头怪解决后 恶魔更是累得不行 眼看是机会于是 男主喊起一旁伺机的幕下 捕捉到声音恶魔随即发起攻击 关键时刻幕下 直接切断了恶魔的手指 在解决掉恶魔以后 加赫根西也在这时认出了幕下 而在尼可拉这边 他始终不相信男主 会就此丢下他离去 突然他想起按照男主的尿性来说 不可能在一个地方 只停留两三天就离开 他坚信男主仍停留在萨伊公国 随后便折返了回去 就在男主几人寻找出路时 发现恶魔一直守护的房顶 似乎能直通高层 不等几人动身出发周围 就突然发生了震动 只见一只怪物 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ホイレンス 第二形態 就突然发生了震动身出发周围